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《就是这样的吗?》 白影城狮啊,以前生字号文明 不料有一天,却被诬陷使附近一个女孩受孕 女孩的父母很生气地跑来找白影城狮理论 因为这个美丽的女儿在父母的逼位下 指称她的父亲就是白影城狮 白影城狮默默地听着父母对她的娇将指责 最后举说了一句话说,就是这样吗? 孩子生下来以后,当然就交给父亲白影城狮 此时啊,白影城狮名誉扫地,恶名远过 但她并不介意,只是非常细心地照顾这个小孩 小孩所需的奶水及一切用品都由她向邻居祈求而来 事隔一年,孩子的妈妈终于受不了良心地谴责 向父母说出了实情 孩子的亲生父亲其实是在于世工作的一名青年 他们的父母立即带她到白影城狮那边 向城狮道歉,请她原谅 并且将孩子领回 白影城狮并不说话 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亲身说的 就是这样的吗?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